大家早安 国际先看到加拿大发生本世纪最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之一 加拿大中部当地时间15号发生一起很严重的车祸 一辆货车和一辆接送年长者的小型巴士 双方是相撞 那么警方证实至少有15人丧命 先来听一段警方的最新说法 根据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白色的小型巴士是侧翻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当场的道场的消防员他们是向起火的车辆来灌旧 那么乘客他们使用的轮椅还有步行器也是在现场散落一地 那么由于伤亡非常严重 当地立刻是出动了直升机来运送伤者 根据加拿大媒体涉及交通以外的巴士呢 他们当时是在前往赌场的途中 那么两名涉及车祸的驾驶都在车祸中生还 至于肇事原因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厘清 那么接着看到轻松一点的消息呢 是NBA的丹佛金快队在日前是夺得47年来第一次的年度总冠军 并且是在今天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庆空宴 不过呢 原本说不想要参加游行 要跟球队的老板借飞机赶回家赛马的约克杰 他也是开心的现身跟球迷一起同乐 来看一下画面 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想参加游行 但我真的想参加游行 这是我最后的最后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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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非常棒的 这个是 我们都会记得我们的生命 然后我们看到你们在街上 其实这个是给你们的 我们爱你们的丹佛 这个是给你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在赢得冠军受访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自己在家乡是有一个赛马活动 他担心没有办法赶回家参加 所以他才归心四件 想要回家 不想要参加庆功的游行 甚至还说自己要跟老板借飞机 不过可以看到他刚刚 今天也是和球迷一起来庆功 感受了现场的开心氛围 不过这个庆功宴在接近尾声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不幸的意外事件 有一辆载有庆功球员的消防车 当时是撞上了正在消防车旁边 维持秩序的远景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 这个远景他当时是在消防车的旁边 就是要来维持当地的一个交通情况 避免参加游行的民众 他们会受伤 被球员搭乘的大型车辆撞到 没有想到他自己却被消防车先撞到 目前已知他的下半身受伤 送一只后正在抢救 那么除了这起车祸 其实日前在丹佛庆功宴游行结束之后呢 也再一次发生了枪击事件 有两名被害人 他们因为伤势严重 紧急送一 那么在运动赛事上 阿根廷的球王梅西 他日前就率队 飞往北京和澳洲的国家足球队代表 来展开一个国际的足球友谊赛 那么在昨天晚间 35岁的阿根廷足球明星呢 梅西他是穿友 印着中文字可以看到梅西的球衣来出赛 而且他在开赛81秒之后就射门破网 帅阿根廷以2比0击败了澳洲队取得胜利 那么这也让球迷他们很开心心血入狂 不过呢也有球迷可以看到呢 实在太激动了 直接是从三公尺高的看台上 跳下来闯到了场内 想要和梅西他来拥抱 那么可以看到呢 刚刚其实梅西他似乎是有点被吓到 是把这个球迷稍稍地推开 接着这个球迷呢 他是继续在球场上狂奔 最后呢他才是躺到在地 被多名的保安人员来抬走 那么这个也导致比赛中断了数分钟 而且这个球迷他被带离场的时候呢 他甚至还不忘批评 现场的保安工作实在是有待加强 那么人气超高的梅西呢 他这趟访问魅力 真的可以说是席卷大陆 不过呢 考虑到球迷可能会太多 可能会在饭店 或是一些商业活动聚集等因素 这也让他原定的商业活动 晚宴还有采访的全部都是取消 改为是以线上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大陆的仰望科技 日前就释出了一个预告 他们表示 梅西14号下午会现身在旗下 淘宝主主播李轩卓的直播间 不过呢 消息一出 当然是很多网友就很开心 不仅呢 这个遥望科技 他们的股价是大涨于5% 直播节目短短15分钟 就吸引300万人次的观看 那么由于短午节 现在也快到了 直播主他们也准备了 粽子香囊等 并且是用中文教梅西说 短午安康 但是呢 没有想到直播设备 似乎不断有状况 先来看一段现场的情况 大家 端午安康 就是用汉语给大家一点祝福 怎么说 端午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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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非常棒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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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呢 尽管直播主很耐心地教导 但是呢 似乎因为直播的设备 说是不良等状况 双方的沟通 似乎有点困难 都迟了很久 直播的讯号也是断断续续 那么就在梅西 他说完短午安康之后 直播就因为技术问题 又再一次的中断 等到再一次重启的时候 梅西他已经离开现场 那么这就让很多的球迷 他们很不满 认为被耍了 同时也抱怨梅西 他这一次在大陆的行程 是大幅的缩减 大陆媒体人 袁登科他也批评 梅西他第一个采访 在大陆呢 是一个假直播 第二个是非媒体的 社交平台来直播 难道呢 是没有一个像样的活动吗 不过当然也有网友 他们就出来缓和气氛 表示这都要怪 梅西的人气太高了 那么确实 梅西他在大陆的球迷 是非常多 包括了北京公安局 都在微博上 就十几民众 不要被最近有关梅西的假广告片 因为呢 有其中一则就宣称 花人民币三十万 就可以和梅西两个人来共进晚餐 因此大陆方面是呼吁民众 小心诈骗 以上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